10月4日下午 为期三天的西藏佛学院首届运动会在该院圆满闭幕 在此期间 记者探访这场主要由僧女学员参与的别开生面的运动会 本届运动会于10月2日开幕 当日 举办完精彩的入场仪式后 运动员代表 裁判员代表先后进行了宣誓 并表示 他们以优异的成绩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在比赛中 严格遵守规则 坚决服从裁判 尊重对手 尊重关注 团结以外 发扬顽强的拼搏精神 赛出风格 赛出水平 发挥出最佳成绩 据悉 本届运动会除了设有100米 400米 800米及4成100米接力赛等田径运动项目之外 还设立足球 牵球 投篮 拔河 爆砂袋等共40余项比赛项目 在比赛中 无论是精师 教职人员 还是少年活佛 他们对各项比赛的积极性和参与度都很高 他们用热情与激情呈现现代僧尼健康修学和谐进步的精神风貌 咱们这个僧尼学院 这个参与度非常的高 也是热情非常的高 所以的话就每个项目的话就说基本上是都爆满了的 但是我们的话就是考虑到大家的话这个参与的面 所以的话个人的话只能先爆两个项目 西藏佛学院副院长格桑旺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本届运动会不仅是西藏佛学院的首届 也是西藏全区僧尼规模最大的一次运动会 举办此次运动会旨在丰富僧尼和教职人员的业余生活 同时希望他们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 能够热爱体育运动 加强体育锻炼 激发广大僧尼的爱国之情 西藏佛学院于2011年10月在拉萨正式落成开院 是西藏第一所高层次藏传佛教综合性院校 汇集了藏传佛教五大教派的高僧学院 近年来 西藏佛学院积极推进全民运动的健康生活 培养得志体美老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五好僧尼 不利干部职工 经师 学员积极参与各项文体活动 通过寓教娱乐的形式 营造健康轻松善学的工作学修生活的环境氛围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